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组织究竟是如何解决大问题的 带着这个问题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以下这个全书最重要的精髓部分获得解答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 阿米巴经营之所以厉害 就在于企业传统的蒸汽车火车时代被变成了动车时代 好 什么叫蒸汽车火车时代呢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知道火车想要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车头很厉害 一个企业能够实现今天的规模 这样的发展与我们每家企业的领导人和创始人 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天分 他们的抉择 他们的研判 密不可分 但是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就好比一列火车一样 车头拉十节车厢还可以立可重新 那么到了二十节呢 如果要拉三十节车厢呢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车厢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车头的力量在不断的摊薄 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反而我们获得的是增长的速度 发展的速度不断的衰减 阿米巴经营模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它不再是一个人去经营 而是公司全员都在参与经营 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形容为动车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一个问题 动车时代虽然厉害 动车每节车厢都有动力 固然能够提速和高速 但是如果每节车厢想去的方向不一样 大家想跑的终点不同 想遵循的轨道不一样 那给这个动车带来的不是速度的提升 而是毁灭的来临 所以从这个基础上 阿米巴经营模式就此脱胎而出 它首先是用阿米巴抽调的方式 分解部门为小单位 继而选出合适的阿米巴掌 再其次要制定出每个阿米巴的职能和方向 最后便是使用单位时间核算的方式 来实现公司收入和利润的最大化 刚才各位听到了一个词叫阿米巴式抽调 那什么是阿米巴式抽调呢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可以说是阿米巴经营模式当中最大的法宝 简单说呢 就是培养具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再把它们抽出来 放到每个阿米巴中间 去做中心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培养阿米巴掌 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家公司 在公司创办的初期 肯定呢 你是势必公亲 很多事都要去亲力亲为 但如果公司扩大规模了呢 一个人的精力显然是不够了 你既要做决策 又要去找项目 还要拜访客户 还得调理员工关系等等等等 很多时候我觉得 可能创业者或者领导人 真恨不得自己像孙悟空一样 能够拔根毫毛轻轻一吹 变出好几个自己的分身来 当然现实当中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创造几个能独立自己挣钱 并且能够向部下支付报酬的小组织 然后再从上级单位当中选择最有能力 最能和上级领导一起分散经营责任的 共同经营者 当阿米巴组织成熟的时候 还可以从每个阿米巴当中选出 如此一来阿米巴组织就顺势出现了 阿米巴掌也一个一个自己都跳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很神奇 但是问题可能也会紧跟着就来了 前几年啊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 当时呢 他在一家发展还算正常的中小型公司里工作 因为他的老板对道胜和夫先生非常的崇拜 所以在引进阿米巴经营模式这件事上啊 非常的积极 但有一点遗憾的是 他引进的时候很积极 可是却没有思考的非常的清楚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让阿米巴经营模式去落地 所以他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整个企业分拆为五个工作组 让他们相互竞争 有一次呢 工作三组和工作五组各自提出了一项工作计划 由老板去拍板 用哪一个作为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由于公司的资金比较有限 老板当时就选中了工作五组提供的这个计划 结果呢 当计划执行的时候啊 有几个必须需要接触的客户 以前都是工作三组来完成接触的 所以当工作五组去问的时候 工作小组就说 无可奉告 这是你们的事 这是你们的计划 之后啊 工作三组的小领导 更是在工作五组即将进行最后一搏的时候 集体给自己的工作组放了一个长长的架 阿米巴经营模式引入这家小公司的第一年 每个小的工作组就都开始只注意自己的利润啊 收入啊 根本不管公司和其他工作组是否盈利是否运转良好 结果呢 整个公司变得一塌糊涂 乌烟瘴气 可能每个把权力下放的企业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的确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也是 如果阿米巴他不充分发挥自己立己的意面 那可能真的没办法生存 而有的企业呢 其实他们只是听到了一个名词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东搞搞西搞搞 根本没有深入的思考深入的理解 殊不知啊 阿米巴经营的目的是培养人 而简简单单的所谓的承包 那种目的是赚钱 而且在他们的理念当中最好是赚快钱 值得庆幸的是啊 道圣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 其实早就对这种问题采取了相关的防范措施 因为道圣和夫先生当年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困扰 他也曾经为阿米巴组织 因为一个利润的你多我少的问题 打得不可开交而烦恼 那么方法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在阿米巴经营模式的竞争主体当中 加入了价格导向和行为导向 价格导向 就是对各个阿米巴所需要的费用和他们的劳动力 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后给予设定适当的公平的买卖价格 而行为导向呢 就是当阿米巴掌门争执不休 对立加剧的时候 上一级的领导人应当出面调停 公正的裁决以让各方都心悦成福 所以啊 这也正是阿米巴经营模式远胜那些所谓的承包责任制或者是加盟制的原因所在 你看 人家把道圣和夫称为经营之神是有道理的 至少呢 在别人想不到的时候 他早已经想到了应对之道 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阿米巴组织和阿米巴掌的由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的说一说 他们都应该做一些什么 首先 我们先来说一说阿米巴掌 阿米巴掌 简单来说啊 就是每个阿米巴组织的总负责人 在精词集团当中 阿米巴掌不受年龄和精力的限制 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 都可以到负责任的岗位 也就是担任阿米巴掌 由他们来领导公司走向繁荣 当大企业被划分为好几个阿米巴之后 这些阿米巴掌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的掌握日常的工作进度 即便是一个能力平平的人 但只要他具有简单的管理能力 以及必须的专业知识 那么就有机会有可能让阿米巴焕发生机 另外呢 这些阿米巴掌们被授权领导阿米巴之后 势必会产生一种自己也是经营者一员的意识 从而呢 蒙发出成为经营者的一种责任感 最后就是尽力的提升自己的阿米巴业绩 既然我们理解了什么是阿米巴掌 那么他们管理的那个组织又叫做什么呢 估计此刻您已经可以脱口而出了 没错 就是阿米巴组织 阿米巴组织是一个大企业切割划分出来的 能独立完成一项业务的单位 当然了 每个阿米巴都不是拍脑袋就出来的 这里面可是有技巧的 实际上啊最开始道圣和夫也不知道 他的经词集团最早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念 把企业分为制造阿米巴 销售阿米巴 后勤阿米巴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阿米巴如果销售阿米巴是光赚钱 制造阿米巴是有进有出 后勤阿米巴则是光花钱不赚钱 那么这可就不叫阿米巴了 这就叫把公司全拆光了 后来呢 道圣和夫又经过了好几次的分拆实验 最后才确定如何来切割划分 首先呢 就是要把一个企业切割成很多能够独挡一面 职能完备的阿米巴 而且啊 这些阿米巴作为独立的业务单位 他必须具备完成这项业务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功能 不过这句话需要我们认真的来理解 您可千万别相信网络上人们常说的那句 所谓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缺乏一些科学的依据 因为我们都知道分开成大量的这些小单位 他一定是要有一个限度的 绝不能分解到一个人就是一个阿米巴组织 也就是说阿米巴组织 他的分割可不是越细越好 他一定是遵循着一定的原则的 书本上呢 对于分割的原则有一个很长 而且读起来可能有些枯燥的定义 所以在这儿呢 我想为大家从书里面总结出三个 能够划分阿米巴的条件 这三个条件可能会比较好记 第一个就是要有钱可拿 第二个呢 是要有事可做 第三个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与公司目标一致 换句话说呢 就是如同把一个大部队分拆成了 好多个小型的游击队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使命 最后为战斗的胜利而服务 的确这样的阿米巴组织才有真正的意义 要不先划分一个专门对外跑业务的 另一个专门运输的 再来一个专门购买产品的 结果一定是这些小的阿米巴组织 不是出的没有收入 就是入的入不付出 这不就是浪费精力浪费金钱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在商品经济时代 市场呢是瞬息万变的 也有可能你前几天刚刚组建的一个小阿米巴 可能是因为市场的问题 或者是政策的问题 今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又该怎么办呢 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和一些企业家做过交流 有一些企业家说 还是先留着吧 万一以后用得着呢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以后永远用不上呢 这就像一战前后啊 曾经有一位英国将军发现 自己军队的大炮前面 永远都有一个人站在炮筒下面 但是根本什么事都不管 全当是摆设一样 后来他仔细的一过问才知道 这样做的原因是有军事传统的 19世纪到20世纪初 军队一直都是用马来拉大炮的 需要一个士兵站在边上拉着马 虽然现在已经不用马车了 可是这个职责还没有被取消 结果你看显然就造成了人力的浪费 没错 此刻大家一定都看出来了 那就是先留着吧 这样的一个思路最后的结局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重要点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 让每天的工作招令西改 听到这句话 您是不是无比的诧异 什么什么 招令西改 这个公司或者这家企业 该不是有病吧 你这样做不是更容易倒闭吗 哎 我们常人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道圣和夫呢 他根据自己长时间的观察 研究 得出的答案还真不是这样 他发现啊 经常的调整组织 好的就留下 不好呢 我们就继续的拆分或者组合 反而可以让阿米巴组织更加的完善 整个公司的利润率会更高 道圣和夫告诉我们 对于这个问题啊 既不能依赖阿米巴组织间的协调 又不能全部抓在阿米巴的上级企业的手中 那么这些阿米巴组织是不是赚钱 是依靠什么来确定的呢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种做法 首先呢 我们来制作一张表格 在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认认真真的进行填写 那么表格当中的金额 这些数字 其实就可以实时的展现出组织的收入 或者是它的成本 当然呢 最重要的是你每天都要记录 每天都要思考 每天都有所反馈 看到这个部分 这样的一种做法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惊奇的发现 哎 这个不是和我们之前在大学里 或者在商学院里 学习财快课程里 收复实现制 有着异曲同工的做法吗 由于这一点啊 在后面我们还会多次的提到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 不妨简单的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收复实现制 什么是收复实现制呢 就是啊 以款项是否已经收到 或者是付出 来作为计算标准 确定本期的收益和费用的一种方法 凡是在本期内实现了收到 或者付出的一切款项 无论在这当中 时间的早晚 或者是否应该有本期承担 那么它都会被作为 本期的收益和费用来处理 简单的说就是 只要发生了一笔款项 不管它是属于过去 还是未来的收入 或者是成本 我们都按现在发生前述 记录下来